來 一個美包說走就走 Go Go Taiwan 我們來到的是台南 這一趟要用非常輕鬆的旅行方式 不管是在交通上 或者是你在準備行李上面 都可以非常輕鬆的無負擔 就可以玩遍台南的各個景點 到底有哪一些 好吃好玩的景點呢 就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出發囉 台南的陽光好舒服 這是我們快樂的事 對 雖然說你會覺得 陽光好像有點強 可是這樣子就是 車子在開動的時候 涼涼的感覺 其實就覺得好放鬆 也是一尊變形金剛 可是它融入了台南的特色 是叫做劍獅金剛 那個倒是我們自己用手 就能夠摺得動 怎麼可能 這個用手摺 摺得出來 它並不像我一般印象中的那種 就是背包旅店 是比較雅醇 它其實還是像那種 漂亮飯店的感覺 對 我們一樓的話 是一間24小時的書店 因為大家來台南 主要都是會想要吃一些 好吃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的選書 就是以飲食文化為一個出發 好像在品酒的感覺 對 對 如果我剛剛說這個是像那種 葡萄酒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已經到那種 成年的 像是紹興的感覺了 好厚實 我們的糙米特別好吃 因為我們的糙米的品種 是台南14號 吃起來口感跟紅蘭米一樣好吃 軟軟的 不用泡 馬上煮都很好吃 這個焢肉 滴滴 是 真的 都是南部味 對… 當然也是有滷的醬香 在那裡 我到時候會覺得 就是這一股南部甜 我很懷念 我覺得吃一塊就可以 扒很多飯 我知道大家來到台南 都會想要走很多景點 很想要飽覽這個城市 這一趟我找到了一個 很輕鬆的方式 就可以一網打盡 好像在這裡 台南雙城巴士台南車場 感覺就是這一台 哈囉 你好 要搭乘我們雙城巴士嗎 好酷 這個雙城巴士上面是敞篷的 是… 這是我們上面的敞篷座位 所以現在台南市 也有了這樣子的觀光照片 有… 我們是全台灣第三個城市 對 就繼台北 高雄之後 我們台南是第三個城市 所以應該最熱門的 就是上面的座位 當然 是的 到底我坐這一台觀光巴士 我可以走哪些路線呢 我們的話 我們的主打觀光路線 是我們的西環線 最主要就是台南最有名的 赤坎樓 安平 義仔京城 孔廟 這一些有名的景點 包含還有像神龍街這種 有著名小吃的地方 我們都通通可以到 可是這一次我們也要用一個 很方便的付費方式 對 就是你其實也可以 不用另外買票 我們來看看 這裡… 你可以用悠悠卡 是誰 對 沒有錯 這是我們電影支付的部分 非常地方便 好 對 那支付 這個是您的票 對 不過特別的是 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是可以這個 每一站你可以上下車 是 所以你一開始 用你的電子票券付費了之後 你就會拿到一張這樣子的 實力票券 憑我們這張票券 在只要是今天 在今天的日期 所有的大台南市公車 都可以免費的搭乘 對 就是憑它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擔心 沒有車子回家 不用擔心… 便利的付費方式 搭配無限制的 台南市公車轉乘服務 輕輕鬆鬆就可以串聯 半日或者是一日的 台南古蹟巡旅遊 而且這一輛觀望巴士 在一樓的乘車空間 還特別設有寬廣的 無障礙設施 來服務有輪椅需求的旅客 在二樓的熱門開篷座位 還分為全露天 跟有大片觀景窗的 空調座位 就算天氣很熱的時候 來搭乘 也不怕汗流浃背 很貼心 出發了 真的是開篷的觀光巴士 在我身邊的是觀光巴士的 隨車導覽老師 嘉瑜老師 大家好 妳好 歡迎到台南的旅遊 我好喜歡 我第一次坐這種觀光 開篷巴士 雖然剛剛說台南是第三個 台灣的城市 我沒有坐過 所以我覺得那感覺好新奇 很棒 而且從高的位置看下去 妳會感覺這個城市 整個不一樣 視野不同 而且我覺得台南的陽光好舒服 這是我們快樂的事 雖然說妳會覺得 陽光好像有一點強 可是這樣子就是 車子在開動的時候 涼涼的感覺 就覺得好放鬆 我也不用靠走路 我就可以蒐集這樣的景點 所以嘉瑜老師 等一下 第一個會造訪的景點是哪裡 零百貨 零百貨 我有去過 可是我沒有在這樣子的 一個視角看過它 高高看下去 覺得它特別漂亮 其實這樣子 都可以感覺到 整個天然的視角 整個天然的視角 有一種居高零下的感覺 坐上雙層巴士 從高高的角度 看著台南的大街 小巷 真的是有一種 凌空感受城市之美的視野 比起步行 我們能夠延伸的距離更廣泛 一邊聽著隨車導覽老師 講述俯程大小事 一邊拿著手機 拍照紀錄沿途的風景 再加上不常下雨的台南氣候 搭乘開棚觀光巴士逛台南 簡直是完美 好 接下來就要到了 前面看到了嗎 咖啡色有點褐色的 就是台南市的林百貨 因為當年創設的老闆姓林 所以稱它林百貨 一般日本人都稱它林百貨 是1932年的12月開始營業 所以今年它算87歲了 離出發才不過多久的時間 就快速蒐集到 這一趟西環路線的 第一個景點 林百貨 西環路線可以說是 台南雙層巴士 最熱門的環狀路線了 從台南車站出發 途經路線 把台南市的重要古蹟 通通囊刮 像是林百貨 赤坎樓 安平古堡 異载京城 還有孔廟等等 才剛說完 赤坎樓就在前方了 現在要轉過來了 就要經過赤坎樓 抵達赤坎樓了 赤坎樓會在哪邊 會在我們的右手邊 因為赤坎樓知名度高 所以相對來旅行的人很多 這周邊吃的也特別地多 所以找美食來這一帶做 這一區也是其中的一區 赤坎樓這個地方 最早是荷蘭人在1653年的時候 來建商館 當他們來這裡建商館的年代 他是架著船 從安平過來 也就是說從安平到這裡 在350年前是海 所以這個城市的海岸線 最明確有文獻資料記載 就現今的赤坎樓這個地方 有關於古蹟的故事 特色 還有周邊的熱門美食 都在隨車老師的 俯程導覽範圍之內 而除了串聯古蹟 巴士路線 也行星年輕人 喜歡散步走逛的神農街 曾經的老街 保留了台南古都的舊食印象 卻進駐了許多的咖啡 酒吧 以及文創店家 我們要往安平走 左邊就是台南運河 台南運河當年是日本設計的 因為日本進來的時候 五條港文化的五條港道已經淤積 可是那個年代的汽車 還沒有很完善 所以他們要讓 日常生活物品能夠進來 所以設計的運河 讓船可以航行 把民生物品帶進來 所以這個是1926年完成的 設計的長度是3.7公里 深度在退潮的時候 能夠達到1.8米 看到台南運河 就知道我們的行程 正式進入到安平區了 要造訪安平區的古堡 小砲台 樹屋或者是老街 都可以豐富台南旅行的遊城 就連離市區稍遠的漁人碼頭 林茉娘公園 藝仔京城等等的景點 也可以輕鬆抵達 搭乘雙層巴士遊台南 就算我不是第一次造訪這些地方 也覺得是完全不同的全新感受 我在台南發現了一個 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變形金剛 而且是大黃蜂 它又回到地球來保護我們了 大黃蜂 大黃蜂 妳說話 嗨 大黃蜂 這一隻不是真的大黃蜂 所以它不會說話 可是在台南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出現電影明星 因為我們這邊是在台南 泳泉的一間 金屬創意做為主主的 狼狼工廠 可是金屬過去給人都是那種 硬邦邦的感覺 你們就把金屬做成了這樣 好像一個裝置藝術一樣 對 我們這邊工廠內 有擺放了非常非常多 是以金屬作為主題的 一個裝置藝術 而且光是門口的這一個 變形金剛就超級大型的 我覺得應該是跟電影裡面 是一比一那種 很威風的一個比例 裡面應該還有更多 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好 其實靠近這個園區 就可以聽到許多金屬製造 敲打加工的聲音 原本這裡是一間 專注於板金鋼鐵加工的工廠 在200年將原本的製造業 結合了服務業 成立的金屬創意館 把園區打造成台灣第一間 板金觀光工廠 園區裡頭各式大小 創意金屬作品 讓來參觀的遊客 可以看到原本硬邦邦的金屬 也可以彎曲 變化成各種的創意造型 您知道我發現 其實台南很厲害的古蹟 也可以變成是金屬創作的題材 對 所以我們就把包包 赤坎樓 孔廟 一載京城安平古堡 放在這一大片都是鋼板上面嗎 對 可是怎麼做 我們是先有設計的同仁 先在電腦上先繪圖 它繪圖完之後 會把它們的圖檔 直接送到專門在切割的機器 機器那邊收到之後 就會開始去幫板材做切割 對 所以像它這樣子 全部都是用機器去切的 去切割 剛剛好 可以摸摸看嗎 可以啊 可以 真的是金屬耶 而且 其實沒有很薄耶 還滿厚實的 所以這麼厚的金屬要去切割它 就要用專門的器具 對 我們要專門的機器才能切 可是看到皮面之外 厲害的在這邊 也是一尊變形金剛 可是它融入了台南的特色 是叫做劍獅金剛 對 這個它特別的就是在 這個要去做出摺角的地方 對 這個都是我們自己 用手就能夠摺得到的 怎麼可能 這個用手摺 摺得出來 要需要加熱還是什麼 不是 這麼神奇 對 徒手就可以摺彎金屬鋼板 這沒有什麼深厚的功力 真的可以做得到嗎 迎真說 等等到工廠裡 就可以看到 這個把鋼板摺彎的厲害技術 不過在進入工廠前的 一大片草地 就運用了許多的金屬回收材料 像是鐵鍋 鐵桶等等 設計成好玩的大型公仔 在這麼可愛的場景當中 當然要先拍照拍個過癮 就連進入工廠前的安全標語 也在小公仔的趣味呈現之下 變得很逗趣 而真正進入工廠之後 則是有許多大型的專業機具 透過機具的輔助 把硬邦邦的金屬切割 鑽孔 還有折出彎角 真的都是可以實現的 參觀了超級專業的工廠之後 讓我們來學一些實用的小知識 銀正在館內的空間 就可以透過這樣的陳列 來去認識不同的剛才的變化 所以前面那些應該比較不好 因為它都生鏽了 所以這是比較過去認識的 鐵的材質 沒錯 另外常常都說 現在都用不鏽鋼… 不鏽鋼 不鏽鋼是真的都不會生鏽嗎 不是 不鏽鋼也會生鏽 只是它會依照它成分不同 它可以生鏽 年限可能會撐比較久 比較不容易那麼快生鏽 但是它還是會生鏽的 可是這兩塊 生意差不多 看起來 我也看不出差別 但我怎麼知道說 我到底買到的是 可不可以安心的呢 這個時候就要透過一個小鋼手 就是磁鐵 磁鐵 對 可以用磁鐵去區分它們之間的差異 怎麼區分呢 現在試一下 這一塊304的 它並沒有任何的磁性 真的 但是430的它是具有磁性的 吸得還滿緊的 對 所以我等於是說我買 譬如說保溫杯 或者是我買鍋子的時候 我帶一個磁鐵去試 對 如果它會吸得住 代表它的鋼材可能就不太OK 不太安心 沒錯 今天學到一招 還不錯… 以後上超市就隨身帶著小吃點 既然是金屬創意 當然也把自家的鋼鐵 延伸打造成許多有趣的小商品 還有許多好看又兼具實用性的 金屬小物件 我也選了一個大象造型的金屬筆座 等一等就來試試用手折彎金屬的 勝利展現吧 銀將我們剛剛看到你們很多的 這些小的創意商品 然後其中我挑選的這個 其實就可以帶我們去看看說 剛剛我們為大家介紹的 把這些鋼材 然後變成立體 甚至是去做出造型的 對 所以你看它這一個一整片 就是它本來就是一片的鋼材 是平面的 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去加工的話 它大概會經過哪些工序呢 我們會首先經過雷射切割 對 雷射切割完之後 就會把它送去做淘氣 這個就是要讓我們自己來 去DIY的一個步驟 對 就要讓我們折的部分 折得動嗎 這是鋼耶 可以 手勁可能要大一點 好 所以我選的是一個 大象的筆筒 對 我要怎麼做它呢 我們首先先折一下 這兩個洞旁邊的這兩條直線 把它往下折 對 你會發現它其實很軟 其實滿好折的 所以外面的那個 我們看到的變形金剛的立體 也是用這樣子折出來的 沒錯 只是剛剛外面那個厚很多 這個這樣 輕鬆好 所以大象這樣折下來 再來我要折哪裡 再來我們要折這邊 經過幾番手力的捏捏折折 原本的一整片金屬 就要逐漸變得立體 而且有曲線 而且製作起來 很輕鬆又很簡單 最後的這個橡筆 讓我也使勁地把它彎出曲線 整個金屬大象筆座就完成了 好 OK 完成 它其實很可愛 我覺得透過這樣子 你就是用手去折它的過程 你就可以去感受到很神奇 本來是一個平面 它透過這樣子的雕塑 就可以變成是立體的 對 這個金屬DIY的文創小物 還依照遊客 想要挑戰的難易度 有不同的選擇 簡單的像是手機座 萬年曆 刀進階版的筆筒 或者是更複雜細緻的音樂盒 這動動手折捏金屬的小手座 可是樂趣十足 現在來到的是友愛市場旁邊 這一棟很漂亮的建築 是今天要入住的地方 外觀尖尖高高低低地 看起來很像山峰的造型 它是用台南武廟的山牆 來去打造它外觀的印象 可是有沒有覺得 看起來還滿漂亮 還滿高級的 會不會是那種很貴的飯店呢 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地方 正好適合像我這樣子的 單獨旅行背包客來入住 一起進去看看 來看吧 裡面好漂亮喔 但是 好像講話要輕聲細影一點點 哈囉 Claue 妳好 歡迎來 U.I.J.Hokel & Hostel 這裡我其實有做功課 就是它是我今天晚上挑選 我覺得還滿適合 我這一趟旅行目的住宿的地方 但是我整個進來發現 它並不像我一般印象中的那一種 就是背包旅店 什麼叫雅春的 它其實還是像那種 很漂亮飯店的感覺 對 我們一樓的話 是一間24小時的書店 書店 所以是可以看書的地方嗎 對 就是不是我們這邊的住客 也是都可以進來看書 買書 而且這個書店 你們特別有去抓一個主題 對 我們這間書店的話 它是叫霧霧書店 霧霧是取自於台語的 迪伯伯的那兩個古字 因為大家來台南 主要都是會想要吃一些 好吃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的選書 就是以飲食文化為一個出發 那我們可以去看看 有哪一些看起來很美味的書 可以 寬廣的公共空間 在一樓是以閱讀書店的方式 來呈現 而且在以吃為特色的 主題打造之下 看著…都覺得肚子餓了起來 迫不及待就想要趕快 把入住手續頒好 直衝台南美食 所以接著就讓我先Check in 我今晚預訂的住宿吧 這是妳今天的房卡 會附上一本台南旅遊書 所以房卡就結合了一本書 這邊的話是比較以台南的旅遊 或是文學各方面 就是以台南為一個素材主題的選書 對 所以在閱讀區 你可以去看跟詩有關的 回到房間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功課 來去快速地熟悉台南 或者是看到說 台南有什麼樣的小故事 Check in櫃台後方的書牆 都是旅店精選台南旅遊主題的好書 當你讀完 或者是有想要指定的書 也可以跟櫃台做更換 藉由這樣的方式 來鼓勵住客 閱讀 並且更了解的台南 當天晚上我可是真的 把這本書給讀完了 進到背包房了 其實大片的落地窗 採光還不錯 進來會先有 這一間是四人的房間 就是有四個背包床位 所以每一個旅客 你都會有自己的櫃子 置物櫃 是帶鎖的置物櫃 你就可以把你的東西 鎖在裡頭 看看我的床位 今天是 這個… 其實滿有不一樣風格的 因為它就是用這種 集成木的感覺 像是這一類的背包客的床位 就是很基礎的 大家的一個需求 一定就是要有可以充電 獨立的充電座 因為要讓你閱讀 所以有獨立的閱讀燈 然後舒適度 我來感受一下 其實還滿寬敞的 大小舒適度 OK 便利性 OK 節省的住宿預算 也OK 像是這樣的背包房型 其實越來越受 國內外年輕旅客的歡迎 但如果是家庭親子遊客 這裡當然也有風格獨具的 套房式客房 大片的紅磚牆搭配復古沙發 營造出不同居家的住宿體驗 而部分的房型 還附有黑膠唱片機 是實際可以播放來聽的 而房間內的備品 像是瓶裝水 拖鞋 盥洗包 也採用可以重複使用的 減速材質 彷彿入住其中 也可以嘗試友善環境的 新外宿形態 背包房的空間不是都小小的嗎 所以這裡就有很寬闊的 公共空間 尤其在三樓 這整個樓層都是 這一區就是讓大家可以 遊戲互動的地方 甚至你可以再卸下騎 玩玩疊疊樂一些小遊戲 這一區就是分享 台南美食最好的地方 看你買了一些什麼 牛肉湯 還是買了扇魚鷹眼 自己一個人吃 沒有辦法體會那個美味 大家一起吃我覺得才熱鬧 受到美食分享 還有一個非常好用的空間 就是共享廚房 因為旁邊就是有愛視察 所以你就可以買很多的食材 在這裡很完善 譬如說有爐具 有鍋碗瓢盆統統都有 另外當然我覺得出門 想要喝一些茶 咖啡 這裡就提供了很多的咖啡豆 也有煮咖啡的器具 你就可以在這裡有一個很好 可以去運用的空間 最後我覺得來到台南也要享受一下 台南的陽光 空氣 所以就要進到湖的戶外露台 戶外露台也太好發呆了吧 端一杯茶 帶一本書 或者只是坐在這裡 享受沐浴台南陽光下的 愜意好心情 大面積的公共空間 真的是太多角落可以待了 背包客入住這裡 感覺也太自由 太隨性了吧 對了 入住這裡搭配的早餐 也很有台南在地特色 隔天一早的早餐 其實也可以過著一個台南的步調 就是你住這邊早餐的部分 有中式 當然也有西式可以選 但是其中有一個 是非常符合台南特色的道地料理 就是我選的這一個 暖胃的男人早餐 然後它其實就是把台南 大家一定就會提到濕沐浴 而且你知道嗎 台南人吃濕沐浴的時間 就是從一早醒來開始 早晨就開始用濕沐浴 來去補充一天的精神 體力 所以這裡也呈現了 這樣的一個台南印象 而且這一碗裡面很豐富 就是它其實不是像一般熟知的粥 其實這邊它是以比較那種 飯湯 飯湯的形式 所以我要先喝喝看湯的部分 清清淡淡的 但是很鮮 就有像你在喝魚湯的那一種 很鮮甜的滋味 多了一些些芹菜的香氣 在裡頭提味 魚肉的部分很厚實 而且不用擔心 沒有刺 我覺得吃吃木魚 就是最怕吃很多小小的刺 大家就會覺得害怕 在這邊處理得很好 然後你就可以吃到 濕木魚的鮮味跟鮮甜 然後也很好入口 超大塊的濕木魚柳 在這一碗飯湯裡 其實數量不少 而Q彈口感的濕木魚丸 也是裡頭的一大要角 整碗吃下來 飽足感還挺紮實的 而西式的早晨套餐 也可以選擇牛奶麥片搭配烤吐司 還有日式的和風味 則是鮭魚烤飯糰 在精緻的搭配還有擺盤之下 在這裡早餐可以吃得很豐富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醬香 應該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而且好像那個氣味越來越濃了 我想應該來源就是在這裡 嗨 修盡好 妳好 你們家是手工釀製硬油的 已經到現在是第二代了 對 是第二代 所以我現在空氣當中聞到的這個 跟一般醬油又不太像 它有一點點那個硬希臘的味道 因為我們使用的是黑豆 醬油是黃豆 所以豆類方式不一樣 所以就覺得 那個聞起來的那個氣味是濃濃的 然後有一點點就是會繞的 那個感覺 我們現在前面這麼多的醬缸 裡面就正在釀製我們的硬油 對 它就是正在發酵 所以它的醬汁之後就是 我們成品的硬油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缸好不好 滿厚實的 這什麼材質的缸 這是陶翁 陶 陶土做的 所以上面也是陶嗎 也是 它也對 它上面也是陶幹 像這樣子你們都放在戶外這邊 它是不怕風吹日曬雨淋的 一種材質 對 而且它是因為 為了要讓在白天的時候 溫度上升 晚上的時候溫度不要降那麼快 讓活菌繼續在裡面發酵 我們來看看裡面 這個感覺 這個感覺 已經釀了一段時間了 這大概三 四個月 三 四個月 如果以三個半月來講 已經差不多100多天了 對 所以像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一般我們要到你們 真的可以去採它的 這個叫做生硬油 對 大概是要多久的時間 要六個月 如果說真的在你們一開始 要來去釀這個新的一缸的時候 必須要做哪些動作呢 我們要先把黑豆蒸熟 蒸熟黑豆之後 要等它冷卻之後 我們會做自取的動作 自取的話大概要3到7天 這個時間的話 溫度跟濕度的控制很重要 因為溫度不夠 它的取菌不會長 溫度太高 它的豆子就會失敗 它的氣味就會不好 所以我們就一般就不採用 因為後來的 之後做出來的醬汁會不好 不香 因為是手工釀製 所以溫度 濕度 還有發酵程度的控制 就是來自老闆一家 傳承兩代的經驗累積 將製菊完成的豆子 入瓮灑鹽之後 還得要經過180天的長時間熟成 淬天粗的琥珀色生硬油 就可以再製成各種 適合沾拌乳炒的 風味硬油產品了 經過了6個月的時間釀製 然後這就是我們剛剛從缸裡面 取出來的硬油 它還要經過什麼樣的一個步驟嗎 它要經過調煮把它煮熟之後 我們會做些微的調味 來 加一點糖 它會因為地區性不同 所以每個地區的口味上 會有差異 所以像是這個我們看到的 比較適合拿來做什麼樣的吃法呢 它是屬於薄鹽醬油 它是拿來沾水餃 燙青菜 蒸魚或煎魚都可以使用 好香 味道剛剛好 不會太鹹 它是乾乾鹹鹹的 鹹鹹乾乾的一個滋味 就是鹹中在甜 然後甜中又有那種 就是一個鹹香的滋味 我覺得其實黑豆釀出來的硬油 比一般我們吃的醬油 來得稍微厚實一點 香氣會比較濃郁 對 所以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它的香氣會在你口腔繞 就算你吃完食物吞下去的時候 嘴巴裡面有留著一個豆香 就是豆香很明顯 對 這豆子香味明顯的白硬油 也適合運用在煎魚的料理上 在魚肉煎熟之後淋上少許的硬油 利用鍋子裡殘留的熱氣 加熱之後的醬香 更加濃郁 對 可是我們要特別來介紹厲害的 就是這個 這兩個顏色怎麼差這麼多 我們先來比較一下 幾乎是生了有四 五個色階 對 它們發酵時間就差異了 這個的話只有180天 這個的話有365天 一年的時間 對 一年的時間 這個只有豆子下去 我們蓋出鹽而已 所以不加任何一滴水 不加任何一滴水 所以一年後取缸 它其實醬汁非常地少 這個好厚的味道 對 很厚實 對 它的味道也是有豆香 可是我覺得那個豆香 變得是很厚很厚很厚實 我可以先單嘗嘗看 這個醬汁的味道嗎 好像在品酒的感覺 對 如果我剛剛說 這個是像那種葡萄酒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已經到那種 成年的上去紹興的感覺了 好厚實 因為釀製的過程不加一滴水 再加上一整年的熟成 這醬汁顏色明顯深黑的黑硬油 用量也比一般的醬油少很多 只需要用四倍的水來稀釋 就可以滷出一鍋醬香十足 又入味的紅燒肉 其實你會覺得它顏色這麼地深 會不會很重 鹹 或者是味道很重 不會 我覺得它滷了之後有多豬肉的 因為它的油脂比例還滿高的 然後你們還搭配一些蔥 對 所以它那個醬變成是 好像就是家裡自己煮出來的 對 所以它非常地方便 對 一個家常滋味的滷肉 可是就是一點點 然後你就覺得 它的那個很香 然後很夠味 用黑豆硬油製成的油膏 也是涼拌料理的好搭檔 簡單的板豆腐 淋上一點點黑豆硬油膏 不用再另外夾蔥花 柴魚 這純粹的豆香就很迷人 這樣的手工硬油 因為是自產自銷 所以可以說得上是產地限定 那我當然要多扛幾瓶回台北 雙手要提硬油已經很重了 所以不用掏錢包了 用悠遊卡輕鬆閉一下 這些硬油就可以直接帶著走 走囉 接下來我們在後壁這個地方 發現了一間百年米場 在這裡頭更是有非常多的米達人 可以帶我們好好來認識 台灣這一片土地所孕育出來的 好米 在我身邊歡迎梅雪 梅雪好 這間米場已經有百年的歷史 對 可是在台南後壁這個地方 就是專門你們所產製的米 都是後壁地區嗎 後壁是一個大米場 所以一直說這裡是米的社區 你看到的都跟米相關聯 包括我們這裡的85%以上 都是稻作業者 就跟稻米相關的人居住在這一邊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沒問題 這個就是稻谷 對不對 然後因為這裡是 算是年米場對不對 對 其實一來就要帶大家認識說 到底從一開始的稻谷 它怎麼樣一步一步 變成我們吃飯的那個白米對不對 對 它的元素 稻米的元素 讓大家很清楚了解說 原來稻米 稻白米當中 它需要脫了幾次衣服 第一次衣服就是稻殼 就是我們說的粗糠 也可以做有機會 就像我們田裡面 很容易長雜草 我們就把粗糠鋪在上面 可以讓稻子長得更好 因為這裡面的細酸含量很多 所以它也是稻農的好幫手 對 我們另外就要來看看 衣服脫掉第一層之後 就是這個 就是 糙米 糙米 糙米是最營養的糙米 它裡面的維生柱1跟B 然後它的配 只是說糙米 一般大家都會覺得說 口感有一點硬 然後比較覺得太Q了 然後不好入口 沒有白米來的香軟好吃 其實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糙米特別好吃 因為糙米的品種是台南14號 台南14號是由台南改洋場 研發出來 它吃起來口感跟紅蘭米一樣好吃 軟軟的不用泡馬上煮都很好吃 來到這間百年的粘米場 各種的稻米小知識 都會融入在參觀遊城中 而台南地區許多優質農家 也都是粘米場器做的好農 其中包括2006年 以一泉香米品種 拿下全國稻米冠軍的坤冰箔 與粘米場共同推出的五米樂 更是將米的地位 從農產品提升到禮品的層次 粘米場中各式的自動化設施 可以準確地控管粘米的過程 來參觀的旅客 更是可以體驗DIY的樂趣 自己動手來彩繪專屬的米袋包裝 完成 我剛剛就是在進行一個 很好玩的小小的手作 就是這個透明袋 就是待會兒要去裝米的米袋 因為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上面 就是去發揮你的創意 然後去畫下你想要畫的圖案 當然是代表勾勾台灣的精神 來去探訪這些台灣珍貴的農民 所以就勾勾台灣旁邊 我們就畫了一個很辛苦的農夫 他捲起袖子正在插秧 這邊的一個稻谷的特色就是 他們會有小鴨子來幫忙 所以我就把這些通通結合在裡面 然後再壓上今天的日期 很可愛吧 等一下就去裝米了 啟動一個控制法 便會在米袋中填入固定份量的米 再利用一旁的機器 將包裝米真空封存 簡單的幾個動作就可以完成 這個人專屬的包裝米 十分有趣呢 既然造訪了這樣的百年米場 也認識了許多的優質好米 那我當然要來嘗嘗看 當這些米煮成了飯之後 又是什麼好滋味呢 當然我們看到在台南這邊 有這麼優質的米 我們要來品嘗看看 而且美雪我很少機會 就是真的什麼配菜都沒有 就是純粹要來去吃 我們的米飯的原味 對 所以這邊我們有三碗 其實都是我們這家 百年米場的特色米種 是 而且栽種過程特別用心 種出來的好米 煮出來的好飯 我其實剛剛這個飯擺在我面球 我就一直聞到 好香喔 尤其是這個 這一碗 特別 它的那個香氣是我們一般在 強調的那種米的芋頭香 對不對 其實它台南71號 這個米的品種 它的另外一個名字叫 藝犬香米 其實從95年 湖明婆參加全國比賽的時候 它去參加比賽的品種 就是台南71號 藝犬香米 然後得到全國總冠軍的品種 那我要先好好對這碗飯智商敬意 你知道嗎 當時 用崇敬的心來品嘗 當時這一 10公斤的白米 拍賣了100萬 你知道嗎 整整這樣一碗飯的價值就是 7700塊 而且我覺得你在入口之前 聞到那個香 然後你在咀嚼過後 那個澱粉跟你的唾液香結合 它那個香氣變成甜甜的 對 這個光是吃白飯沒有配任何東西 就好好吃 對 果然 一碗拍賣價7000多元的冠軍米 這口感是特別地不平凡 美雪說 新鮮的米 才能夠吃到最香氣十足的品種原味 那入口的芋頭香 真的是讓我一吃就很難忘 而另外一碗 有台灣月光米之稱的 台南16號 看上去粒粒分明又晶瑩透光 吃起來卻有不輸月光米的 軟黏口感 這也是米廠 極受歡迎的一款特色米 最後品嘗的這一碗 台南14號超米 則是打破我過去對糙米飯的 刻板印象 這是糙米 對 它沒有浸泡 吃起來是不是跟紅蘭米一樣好吃 跟一般的白米不相上下 妳有沒有發覺這樣 這都我以前吃到糙米不一樣 它不會硬硬的 然後它不會給人家吃點 糯糯的感覺 就是很順口 吃起來它的那種咬勁也夠 我們現在吃的溫度 它其實已經不是剛盛出來 那個最熱湯的 可是 但是這碗糙米 它就算沒有那麼地熱 它也不會讓你覺得是硬 然後也不會覺得是那種脆脆的 有時候糙米吃起來脆脆的 對 不會 它的口感真的很接近白米 但是比白米來得Q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它有那個 糙米的特色就是 你吃到膚質的時候 跟完全的澱粉質的時候 其實那口感是不太一樣 對 它的湯層都還在 然後它胚芽也還在 所以它米的完整營養都在 保留在我們糙米的裡面 實際品嘗完好米之後 我也挑選了幾款 喜歡的特色米要帶回家 在這傳統的百年米場 也提供了悠遊卡的便利支付方式 感應一下幾秒鐘就完成 而在回程前 我還要去烏米勒社區 找一個我印象中的好滋味 在鍍造坊金寮 我懷念的就是這一位 但是這一次很輕鬆就可以享用到 在我身邊的是榮花姐 妳好 瑋瑜妳好 榮花姐 這個是讓我 非常懷念的割刀飯 可是我上一次來到金寮的 五米勒社區的時候 當時我是真的實際要參與 整個農事的勞力幫忙 農家的婦人才煮這樣的一個 割刀飯 這是一開始的農家味的由來 是… 早期我們是農業社會 都是用人工互助的方式 這樣互助的方式的話 今天來輪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家的女主人 就會煮到很豐富的午餐 可是這一趟來到金寮 我發現說 榮花姐妳打造了這樣的一個 食堂的概念 然後真的就是很多的那種 農家的印象 譬如說我們後面看到的 這一些農具 斗笠 或是有很多古早味的紅磚 然後搭一個棚子 甚至妳每天都煮這樣的割刀飯 每天煮飯 每天的食材不一樣 每天的食材 對 因為每天的食材會不一樣 如果今天去採買的 餐廠採買的東西 不一定是今天就有掛材 所以我們也可以搭配寒雞 後面就有很寒雞 自己正的 還是這邊小農 怕你來送幾個菜頭 送幾個金粿 送幾個油菜 所以他怕你 如果有辦法收集到什麼菜 我就煮什麼菜 我先來聞聞看 很香 這個焢肉 尤其是這個焢肉 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阿嬤族的 阿嬤的口味 而且這個焢肉 甜甜 是 是南部味 對… 甜甜的 乾乾甜甜的 當然也是有滷的醬香 但是我覺得 就是這一股南部甜 是 但我很懷念 我覺得吃一塊就可以 扒很多飯 當然在五米垃圾訓園們的米飯 也是要用在地的 對 我得堅持用在地的 我都用台農71號 和家米 昆冰伯 旁邊 冠軍米 對 在地的就是要推薦 在地的東西出來 這個飯粒粒分明好吃 是… 然後再搭配 其實你看這樣整個掛中的飯 不是很華麗的菜色 很普通 然後菜煲兩 炒青菜 筍乾 油豆腐 滷肉 就很像是家裡很常出現 但是這就是一個媽媽味 對 看似簡單 一個傳統的滋味 看似簡單 不過這是很用感情下去煮的 而且到訪的旅客 你真的你也沒辦法說 走入哪一戶家說 我今天來搭個飯好不好 沒有辦法 但是在這裡就實現了那一種 我們想要嘗嘗這個地方滋味的 一個夢想對不對 然後你很輕易地就可以去品嘗 然後一碗飯 一碗湯 我覺得就可以很滿足地 去感受這樣子的一個濃鄉風情